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主耶稣啊 我们何等地感谢你 我们都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做门徒 你不仅仅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主啊 你更让我们有机会 摆在基督的学校 以你作为我们的老师 你亲自来教导我们 主啊 为了每一堂课 我们都求你特别地开启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不仅仅能够听得明白 更让我们能够活在其中 好让荣耀可以归给你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刚刚陈敏弟兄说这篇信息很重要 这个其实是我一系列的信息 我把它说成两次来讲 同一心灵 同一角中 其实是重在讲到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神的面前 因着有相同的意向 然后也因着这个意向 所产生的共同的使命感 让我们可以同一个心灵 同一个角中 阿摩斯书三章三节 说到二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呢 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见证 他跟他的同工是 同一个心灵 同一个角中 不是借着同一个角中 然后同一个心灵 他们实在是同一个心 所以以至于他们可以走同样的路 能够一起为了同样的使命来活着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两堂 稍微回到我们教会很重要的 我们的意向跟我们的使命 到底是什么 虽然我们过去陆陆续续都讲过这个题目 特别在这个教会一段时间的 同工们都知道这个题目 甚至耳熟能详 但是我需要摆在整个ND的计划里面 因为将来整个新人门训 会是一套比较整套的课程 我就希望所有的人能够一听再听 一听再听 听说这个黎西米 我是不知道别人圣经怎么读出来的 他每二十八天就要跟他的同工们 重新更新 复习一下他们的意向 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希望对于意向跟使命 能够有很清楚地看见 因为虽然是在讲教会生活 讲到整个教会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如果离开教会的话 我们不可能有健康的属灵生活 也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 所以教会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神整个的心意 不是只在我们个人身上 神整个的心意 是在祂永远的旨意 在祂的国度里面 那你就发现 从旧约到新约 历史历代的人 他们一直有一个意向 抓住他们 不光是我们今天需要意向 真言告诉我们 没有意向 民就放肆 不光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意向 你发现在旧约里面 历史历代的圣徒们 他们都有一个荣耀的意向 所以我在这里开始 先跟大家读两节圣经 是没有摆在我们讲义上的 一个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第十节那里讲到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他们一直都羡慕 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换句话说 他们被神招出来 他们有一个应许 神应许什么给他呢 有一座荣耀的城 等在那里 那一座城叫做 City with Foundation 是有根基的城 是神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 你看你最近 在Silicon Valley到处开车 发现到处都在盖房子 对不对 有这家工程公司 那一家工程公司 那有的工程公司 就特别有名 房子特别贵 那你就发现 圣经上告诉我们 有一座城 一个属天的城 是神亲自经营建造的 他是architect 他也是the builder 他是designer 他是在这里设计这座城的 而且他亲自建造这座城 所以十一章 到了后面的时候 他说这些人都是 存着信心使得 没有得到所应许的 但是却从远处望见 且是欢喜迎接 他说这些人羡慕是什么呢 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十六节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 预备了一座城 有一座荣耀的城 我们最后翻到 启示录二十一章 讲到神整个旨意完成的时候 新天新地要降临 而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 二十一章告诉我们 圣城新耶路撒冷 也从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所以你要知道 神永远旨意地完成 在于教会的ready 教会预备好了 整个圣城盖好了 所以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 人会发现 有一座荣耀的城从天降临 这叫做new Jerusalem 新圣 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 所以到了第九节 这个天使对约翰说 过来我要把心腹 就是羔羊的妻 我们知道都是指的教会 对不对 教会是羔羊的妻 是心腹 指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底下就讲到这个城的荣耀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在神的心中 羔羊的心腹 羔羊的妻 圣城耶路撒冷 都是等号 他都是讲到教会 所以弟兄姊妹 保罗在以弗所说第二章 说到我们不再做外人 做客女 原来是神家里的人 与圣徒同国 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他说我们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脚石 他说全防靠他联络的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殿 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 所以今天教会是一座城 教会是一个器皿 是神自己要来充满的 然后他亲自在这里经营建造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知道说 神永远旨意 整个神旨意 集中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完成 这座圣城就是基督和教会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人 如何能够在我有限的人生中 能够跟神永恒的旨意发生关系 要怎么样子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 能够活出不平凡 你一定要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 你一定要跟永恒发生关系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 今天基督教太人本主义了 就是完全seekers oriented 完全只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我不是说教会不能满足人的需要 如果教会都不能满足你 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满足你 教会的确提供了喜乐 平安 祝福 医治 释放 各样的恩典 因为教会是神的家 但是教会不是只是为了人的 教会是为了神的 因为神整个的旨意集中在教会的身上 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 所以当教会完成的时候 当圣城新耶路撒冷盖好的时候 整个宇宙都结束了 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怎么样子跟这个城能够有关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 他爱西安的门 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神的城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 弟兄姊妹你到我家去做客的话 发现我们家进门的地方就挂了这句话 有一座城 神心中的城 是神自己design的城 是神自己亲自经营建造的城 是神自己要住的城 要充满的城 这座城影响到整个万有 这座城影响到神执意的完成 这座城影响到在座的每一个人 同样地反过来说 你我都影响了这座城 因为我们都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的 建殿的材料 我们都跟这个城发生了关系 不管我们今天活得多不像一样 我们多招 神在我们身上早晚要把我们做成这个城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要来看的这段圣经 那么所以 什么叫做异象 什么叫做异象 到底什么叫做异象 真言二十八章告诉我们 没有异象 名就放肆 就是人就是照着自己的意识 四世纪结束 结束在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那是一个混乱的世代 那是一个黑暗的世代 而没有一个世代像今天的世代 更是让人任意而行 我爱什么就爱什么 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想要干嘛就干嘛 把这样子的态度带到神家里面 觉得神家应该这样 我想为神家做什么 弟兄姊妹 这个不叫教会 等一下我们都要来看 所以没有异象 明就放肆 那我们要认识异象 而在这个异象底下 产生出使命感来 所有真实的异象 一定带出不能妥协的使命感 当你真看见的时候 这个异象会改变我们 所以底下我们就来看 到底什么叫做异象 特别在现在 灵恩派很盛行的时候 到处有人说看见异象 我看见穿白头发 穿白衣的耶稣 我看见十字架 我看见一条大河 我看见什么 我看见火 那弟兄姊妹 这里都不是我要说的异象 我在这里所定义的异象 其实现在的人 连不信主的人也用这个字 你看很多的公司说 我们公司的异象是什么 对不对 就是他们把它当作 我们公司的标杆是什么 我们公司的理想是什么 我们希望达到的境界是什么 但是弟兄姊妹 什么叫做异象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那project的字 现在怎么变这么小 没有关系 大家看不到看讲义好了 我们异象一起来读 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 向我们开启 祂吸引我们 并且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 言行与侍奉 有没有人会背的 有没有人会背起来 什么叫异象 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 向我们开启 祂吸引我们 并且控制我们一切的 生活 言行与侍奉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你到纽约Broadway 什么叫做异象 Vision 就是看见 你到Broadway去看舞台剧 从来没进去过 那么你进去以后 你不知道今天演什么 假装你不知道今天演什么 你坐在底下 那个墓是盖着的 等到时间到了时候 音乐一响 那个墓开始打开来 打开来一看 原来今天是在演白雪公主 你看到里面的所有的场景布置 都是为了白雪公主 或者你一打开来 发现是基督山 这个什么 木马屠城记 或者你一打开是西游记 每一个场景 不同的东西都出来 木打开来 让我看见漫泪的事 这个叫做开启 这个叫做开启 那么神的旨意 你去读哥罗以弗所书第三章 历代以来 隐藏在创造万物者心中的奥秘 就是神心中有一个秘密 历史历代以来全部隐藏 没有让人知道 我如果今天告诉你们说 某某弟兄 我有一个秘密 从我小到现在六十年来 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 想听得过来 我想想很多人都想 靠你耳朵过来听 余弟兄你有什么秘密 六十年来居然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你一定很想知道 圣经上告诉我们 创造万物这位神 他心中有一个秘密 他一直没讲 他从来没讲 所以你去读旧约 读先知书 所有的先知书 他们的预言 不仅仅讲到 眼前的世代将要发生什么事 他们讲到被鲁归回发生什么事 他们甚至讲到 弥赛亚降临要发生 第一次降临要发生什么事 他们也讲到了 弥赛亚第二次降临 就是我们现在都还没发生的 耶稣再来的事 他也讲 他也讲了千年国度 他也讲了新天新地 但是中间却跳过了一段 你就读所有的先知书 没有一个看见教会 从来没有一个先知 讲出教会 所以神一直隐藏 一直隐藏 一直隐藏 没有讲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节圣经 好不好 以福所书第三章 其实这是我应该等一下读的 没有关系 先讲 第三章第九节 我们没有时间读太多 它说要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 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为了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 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 你知道有些是太大的事情 万事以前 在基督里神藏了一个秘密 而这个秘密 历代以来没有让人知道 今天神借着教会 要叫天上执政掌权的 包括撒旦 都来认识什么叫教会 教会是神心中伟大的计划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 活在一个很神圣的时代 神整个的旨意拖在教会身上 神已经在基督里得到的荣耀了 你去读一幅所书 三章二十一节 但愿祂在教会里 并在基督里得到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祂在基督里已经得到荣耀 今天在等教会成熟 所以今天我们处在一个 太神圣的时刻 教会成不成熟 教会合不合神心意 教会有没有长成 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到底圣城新耶路撒冷 是不是完成了都影响到整个万有 整个世界要因为我们成熟 有一天结束 神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里去 所以曼子打开来 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 当祂增开的时候 祂吸引我们 而且祂控制我们 我非常喜欢控制这个字 现代人最不喜欢控制 不管是中国大陆来的 台湾来的 香港来的 美国生的 墨西哥生的 非洲生的 没有一个人喜欢被人控制 但是这里的控制是积极的 就是有一个力量 祂会抓住你 祂会影响你 祂会不知不觉地 在你的生活侍奉言行 连最频繁的言行都影响我们 这个叫做意向 祂吸引我们 而且祂控制我们 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我虽然讲这个东西 但是我也说过了 意向是活的 它会长 越长越成熟 越长越具体 越长它在我们身上的 吸引力 控制力 越强烈 Ostin Sparks就用控制这个字 他不是讲意向 他是讲别的 讲到控制 我觉得我们这个人 就好像有个东西 抓住我们一样 我们整个的人生不一样 受它的影响 所以它不再只是道理上的认同 不再只是道理上的明白 而是我这个人被它吸引 我被它控制 我想你如果拿一个 这么大块的磁铁 拿一个这么大的磁铁 然后你把一个铁的 例如说锅 盘 盖子 放在那边 这个磁铁在这里 距离这么远 它不会被它吸过来 对不对 当它逐渐朝着这个磁铁 靠近的时候 越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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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已经产生作用了 虽然外面 你把它再放一点 它还是不动 这个磁铁在这 我的铁在这 我放在这 它还是不动 我放在这 它还是不动 我放在这 它还是不动 但是其实它里面 已经开始改变了 它里面已经开始受它吸引了 等到你就差那么一点点 一到了位的时候 它长得过来 它的吸引力加速的 快速的 然后它被它抓住了 从此以后 你这个磁铁 不管拿到哪里去 那个盘子跟到哪里去 因为它被它控制住 它有一个活的力量 把它给抓住了 所以它不光吸引我们 它会控制我们 那弟兄姊妹 我们就希望这个意象 在我们里面成长成长 成长到有一个地步 它真的是吸引我们 我虽然好像跟主 还有一点距离 但是我就是受它吸引 我就是更渴慕靠近它 而越靠近越靠近 有一天发现 我加速地被它吸引 然后我整个人被它控制 这个意象真的来影响我的生活 影响我的侍奉 也影响我的言行 就算保罗在 我顺服 保罗不在 我更顺服 这是我们今天读的 对不对 因为有个意象抓住我们 有一个活的东西抓住我们 所以当我们讲到意象的时候 我说意象是活的 那个David帮我们放一下 没关系 意象是活的 它会长的 意象会控制我们 它会影响我们 整个生活 侍奉和言识 同样的意象在我们身上 它是具有最强的联合力 就是同工跟同工之间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同心 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 统一心灵 统一脚踪呢 你会说 同样是山东来的 咱们都是山东老乡 所以比别人更轻 我跟你说这个没用 你说我们都是讲广东话的 我们都是吃烧卖的 不是吃烧饼的 那也许会让你广东话快乐 好 听不去公啊 大家讲在一起 鸡地瓜拉的 很快乐一下 可是那个东西都不可靠的 你看到很多人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了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那些女同学出去逛街 女生跟女生都牵着手的 Body body 好朋友 睡在一起 吃在一起 玩在一起 后来仿目成仇 原来越轻 后来伤得越重 就是所有人跟人之间的联合 没有一个东西大过 在生命里面 在异象使命里的联合 生命是我们合一的根基 但是异象却让我们的合一 能够被强化 因为这是一个最强的连接力 同样的 异象一定产生不妥协的使命感 产生不妥协的使命感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异象 那我们的异象 在Silicon Valley 我们已经从97 98年开始讲 我们的异象跟使命 特别讲到我们的异象 终于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异象是活的 是生命 它会长 第二个 异象会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 言行和侍奉 第三个 异象具有最强的联合力 把我们绑在一起 就是我可以跟你天然个性不一样 我甚至不喜欢你 但是我没有办法不离开你 我没有办法不需要你 这个叫做联合 最后 异象产生不妥协的使命感 好 那我们的异象到底是什么 在我们所讲的里面 讲到既然是神永远的旨意 那我们就必须回到圣经里面 到底圣经里面 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 其实你发现 神所有的旨意 都集中在基督的身上 在旧约 用祭司的国度来表达 神要得到一般的人 而这一般的人 是被神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 这一般的人是单单属神的人 这一般人是被神分别出来 为了侍奉神的人 所以神对摩西说 你去对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 干嘛 to serve me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神在新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 也是说我用像鹰一样的翅膀 把你们接来 让你们跟世上的外民有分别 成为祭司的国度 他们来侍奉神 所以你知道旧约是借着祭司的国度 新约是借着荣耀的教会 都是跟基督发生关系 神整个的旨意就是集中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我不能讲得很细 那我就是把圣经上几个最关键的 或是我们在教会中曾经讲过的 那听过的就当作复习 没有听过的 那我希望你能够尽可能地吸收 那不懂的话 我们底下还有连续的 未来的一个月都是集中在这个题目 我这个礼拜讲 意象跟使命是什么 下个礼拜讲具体实行的路 那接下来有两个礼拜的 大家分组的讨论 所以我们有一整个月的时间 我希望温故执行 好不好 那我们在最重要的这个 影响我们生活的 我为什么把它放在生活里面 因为它会控制我们的生活 事奉和言行的 它太重要了 好 我们现在讲基督和教会 那第一个我们讲到基督 基督是整个万有和神旨意的中心 那我列的经文两节 我们先读哥罗西书第一章 十七节跟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是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始里首先附身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那弟兄姊妹在这之前 第十六节讲到万有是借着他造的 也是为着他造的 然后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靠他而立 所以你看到了没有 整个宇宙的万有 通通都是为着耶稣基督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神学的道理 一个圣经的话来听 拉近来具体一点 今天你我活着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被神造 我们为什么今天活 你为什么读神学院 你为什么要建立家庭 为什么要生孩子 为什么要来教会 我们所有所做所心 整个的一生 万有是为他造的 是借着他造的 兄姊妹你要晓得 所以今天任何人 只要跟基督脱离了 跟基督没有关系 在神的眼中是白活的 神根本不要 你再有成就 神都不在乎 但是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 就是大事 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 就跟永恒发生关系 所以为什么 在最平凡的生活中 我们要活出不平凡 就是你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 那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在神的眼中就是不平凡 你在家里面 孩子又哭又闹的 这个要换尿布 夫妻两个都累了 到底谁去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情 当我为了爱主 我为了基督而做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 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 而借着做这些事 神给我们最大的奖赏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被做改变 跟基督有份 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 叫我们不仅仅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让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to b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跟神圣的性情发生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在生活的小事 像顺服基督 跟基督发生关系的时候 我这个人被改变 我这个人得着基督 我这个人跟神的性情发生的关系 所以基督又是教会全体之手 祂是原始 而且祂从实力首先附生 每一句话真的都是大话 我在说这个大话不是夸大的话 是伟大的话 每一句话都是伟大的话 你如果我们真的求圣灵 开我们的眼睛 好好读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是什么人呢 居然跟这样子的一位 宇宙中的中心 宇宙中万有的主宰 发生这么close的关系 而且是personal的关系 而且是永远的关系 祂从实力首先附生 胜过死亡 从来没有人胜过死亡 整个宇宙 整个人类 所有的力量大不过死亡 但是祂却从实力里面起来 为什么讲说从实力首先附生 加了个首先呢 因为祂把复活的生命也给了我们 我们也要成为耶稣基督 复活生命的见证人 我们要跟这个复活能力 有份有关的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基督太伟大了 然后祂要在凡事上举首位 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职业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快乐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未来 所有人生的事情 我们都在经验 神也帮助我们 神也祝福我们 神也教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地上 过得有意义 有价值 但是所有的价值都在于 你把基督摆在哪里 所以我们曾经说过 你把你人生 例如说姑且分成十类好了 我的健康很重要 我的职业很重要 我的学问很重要 我的妻子很重要 我的孩子很重要 我的财富很重要 我的什么什么 我的快乐很重要 你把这个一个一个 都摆在一起 假装有十个 然后只有基督 是一 其他都是零 那你就看你把基督怎么摆 就说出我们人生的价值 有多大 对不对 从你们那边看过来 一如果在最后 就叫做仅止得救 对不起 一是最后在这里 从你们那边是这个样子 你的健康 你的学业 你的孩子 你的什么什么什么 都放在主之前的话 这一生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仅止得 就被火烧光光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有火发现 要来试验我们 这一生的工程 草木和谐 还是金银宝石 到底有没有 跟基督发生关系 没有的 全烧光 赚多少钱 拿了多少个洛贝尔 娶了多少个太太 跟你讲 通通没有价值 全部是零 虚空的虚空 只有基督 精致得救 可是如果我们 把基督摆在 摆在我们 每一件事情的前面 你知道你的人生 是不得了的事情 十个零是多少 是10 billion 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100亿大概 价值其实100亿 在神的眼中 是无价之高 所以主居首位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这里 讲基督是一切的时候 然后后面又说到 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居住在他里面 神所有的祝福 全部在基督里 所以福所说 第一章第三节 讲到父神 在基督里 把天上各样 属灵的福气 都在基督耶稣里 吃给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 如果离开基督 你不可能得到 神的祝福 原谅我说 如果你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 没有得答应 如果我们觉得 信耶稣不平安 不息的 并没有像所信的一样 你要先问一件事情 是神的应许出问题呢 还是我今天 已经离开的基督 神所有的祝福 是在基督里给我们 离开基督就没有 它是一个范围 它是一个境界 今天外面狂风暴雨 台风来了 大雷的闪电 神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shelter 一个避难所 一个逃避所 你如果不肯待在里面 你在外面就是被风雨 摧残 当神灭命的天使 在埃及寻回全地的时候 你如果不躲在房内 外面用基督的 那种羔羊的血抹着的话 你如果不留在房内 你就是被击杀 弟兄姊妹 这就是救恩 在基督里 祂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赐给我们 而哥罗西书第二章 第九节跟第十节的前半 说到神本性 就是神的性情 祂本性 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地 居住在基督里 而我们在祂里面 也得了这个丰盛 太宝贝了 弟兄姊妹 你要像耶稣吗 你要跟神的性情有份吗 我们要能够活出圣洁 尊贵 荣耀 慈爱 各方面 你要能够活出神来 你必须在基督里 你是在基督里 把这一切给我们 所以我们还是请David 帮我们放 当我们讲基督的时候 我们讲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就是我们为什么 这节圣经这么重要 是我的那一份 Vision and Mission的 PowerPoint 当我们讲到基督 是我们的意象 我们特别用基督是一切 又住在一切之内 所以当我们讲到 基督是一切 He is all的时候 我们至少提三件事情 就是可能 提纲谢领的 很重点式的提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要让主居首位 下一张 让主居首位 基督必须在凡事上 居首位 这是哥罗西书上面讲的 神的旨意 就是要叫基督 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他配的 万有为他造的 借着他造的 而且他从实力 首先附身 他败坏了 张诗全的魔鬼 所以他必须是 我们一切生活 侍奉的中心 目的和内容 第二件事情 当我们讲到 让主居首位的 不是 讲到基督是一切的时候 他不光是那位 高高 那位值得我们 把他放在首位的那一位 他根本就是我的生命 所以 He is all 你需要喜乐吗 主不会把喜乐 当作一个东西给你的 很多人睡不着觉 求主把平安给他 很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很败坏 求主把圣洁给我们 我们好像把他当作 individual的东西 一个一个的像主要 其实我很早以前讲过了 连长的弟兄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 不是灵受伤 祂是疲乏伤 不是你缺什么 去要什么 祂乃是一次 完全 而且永远地 在祂儿子 耶稣基督里面 把所有的都给了我们 所以 当我们在这里讲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第二方面是讲到 祂是我们的生命 祂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是一切 所以祂是我的喜乐 祂是我的平安 祂是我的圣洁 祂是我的真实 祂是我的勇敢 祂是我的力量 你需要什么 祂就是什么 这个叫做基督是一切 基督是我的生命 第二件事情 那我活着呢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那么第三个 才讲到这位 全有 全主 全封的基督 讲到神所有的祝福 都在基督里 所以提到这三件事情 我们背背看好不好 讲到基督 Christ is all 第一件事情 讲到什么 要让主居首位 David 你要不要倒回去 要让主居首位 在凡事上 在一切的生活 事奉上 它是我们的中心 目的和内容 第二件事情 讲到不再是我 乃是主 我这个人的生命 我这个人所做的事 我所做的抉择 我所有的生活 家庭生活 职场生活 我的侍奉 教会生活 通通都必须 本于它 依靠它 而且为着它 这个我们实在 没有时间多去讲 因为我们去过了 这么多的教会 服侍了这么多的地方 很多教会的难处 处都处在那些 很爱主 很有心为着主的人 差不多是教会领袖 之间先起冲突 每一个都觉得 我是为的主 所以我说 光for him 光愿意为的主 不够的 因为每一个人 都把自己的那一套带来 把自己的看法带来 把自己特别有的恩赐 想要在这里发挥出来 所以真正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就说到 先不要讲for him 先要在乎 到底是 我是靠着什么而活 我到底是靠着什么而做 我到底是为什么 做这个决定 必须是of him 是出于他 出于他 我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了 接下来也不是靠着自己 因为靠着我自己 我没有良善 离开主 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必须buy him 或是through him 要借着他 要靠着他 而最后 所有的东西荣耀归给他 顺序是这个 of him buy him for him 我是本于他 我是依靠他 我才能够把荣耀归给他 弟兄姊妹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讲到基督是我们 全有全主 全封的基督 你要什么 在基督里 全都有 当我们在去跟神祷告说 主啊 求你赐我平安 神说我找给你了 我找给你了 找在基督里给你了 你只要跟基督的关系正常 你回到基督里 你就有平安 一定有平安 只要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对的 只只不离开葡萄树 啥事都是我们的 所有的祝福都是我们的 所有的性情都是我们的 我们才晓得 在我瓦器里面有宝贝 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可以四面受敌 不被困住 心理作难不至于失望 遭逼迫不被丢弃 打倒了不至于死亡 真的 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 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显出来 弟兄姊妹 这个叫做基督 基督真的是一切 所以我希望你们很宝贝这些话 将来我们 如果主怜悯我们 或是主怜悯 我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还有千人会堂的话 我还是很想把这些话搬过去 但是可能就留在这了 趁着还在这里聚会 天天让这个话提醒我们 真的这太重要了 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下一句话 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 基督不仅在我们里面是一切 基督充满万有 神的旨意是叫基督充满万有 你去读圣经 以夫所书一定告诉你 神的旨意在万有结束的时候 也要在基督里同归于因 整个万有都是要 神的旨意要让基督充满万有 而我们今天在信心的里面 我们从万有中来经历基督 换句话说 在我们每一个的教育里面 主都在其中 我怎样凭着信心 我能够在这里 看见基督 而得着基督 所以在我们任何的环境 不光是顺境 是利益 是健康 是疾病 我昨天刚主持婚礼 是富有 是贫穷 他从来不改变 他都在 在富足中 他在 你要怎么处富足 很多人是不能富的 一富这个人就垮了 这个人就被摧毁了 神不敢把钱给他 有的人是不能穷 一穷就完了 天天埋怨神 不肯聚会 天天整个人就垮掉了 有的人是不能生病 一生病就完了 有的人是不喜欢健康 他喜欢生病 让人家同情他 天天叫我这里痛 我那里痛 所以弟兄姊妹 不管在哪一件事情 那么神的旨意 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 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今天也没有时间 去讲什么益处了 这个益处就是 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他要把我们 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叫我们这些被招来的人 被称为益 称为益的人 要叫他们得荣耀 就是跟神的荣耀 跟神的生命发生关系 这是叫做益处 所以在我的环境中 如果只是叫我解决难处 而没有得到基督的话 弟兄姊妹 我们很可怜 我们浪费了这个遭遇 你一定要有这个不甘心 如果今天我的难处 让我触礁 只是把礁石挪开 我对主的认识没有改变 我的生命没有改变 弟兄姊妹 这个环境太可惜了 他不过只是 让我得一点恩典就是了 他没有让我得到恩典的主 他没有让我得到基督 所以挪礁石 跟水藏高五尺跟石尺 这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这是完全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 神是喜欢提升我们 让我们借着所有的遭遇 能够得到基督 所以保罗说 我只有一件事情 我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我要得到神 在基督耶稣里 招我来得的奖赏 就是得基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晓得怎么说这件事情 在你痛苦的环境里面 我们昨天在跟弟兄会 读书会的时候 也有交通 我们虽然十几个弟兄交通得很喜乐 虽然有苦同当 还没有到一起流泪 但是我们至少交通得都彼此勉励 我们要想怎么样回家 要去面对挑战 你们都知道什么意思 小难处 小宴席 大难处 大宴席 不敢讲仇敌 没有难处就没有宴席 small enemy small fist big enemy big fist no enemy no fist 我不是说太太是我们的敌人 对不对 而是回到家 我们一定有挑战 孩子 家庭 工作 服侍的压力 我们怎么样子在那种 最搅扰我们 摸着我们 让我们不舒服的环境 我们要跟祖说 哈利路亚 我又有 怎么样 食物可以吃了 我的生命又可以长进了 我又发现了另外一块 未得之地 我们只要会被搅扰 都说到我们还是有未得之地 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 所以在这些不舒服的人事物 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在这些不舒服的环境里面 我们如果真看见基督的话 我们里面要用一个正面的态度 主 你让我得到你 就算你现在病得 发烧得 全身痛 很不舒服 你能讲话的力量都没有 你可以在那么安静的里面 说主 你让我在病中经历你 都可以得到主 在别人误会 伤害 痛苦的时候 受不了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整个人抱了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第一反应完 让我们第二个反应 永远是转向主 来经历基督 靠着基督 来得着基督 最后我们活出基督来 我们居然会回去道歉去 不一样 听到很多弟兄改变的见证 我们都很感动 所以我常常举的例子 有一个年长的姊妹 好几十年前 几乎快上百年前 他有一次 他是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去 他那个时候 碰到很多很多的难处 很多事情让他很 很受压 很苦 他坐在火车上安静 祷告的时候 他说他祷告祷告 主突然一句话进来 叫他从万有中 得着基督 这句话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的姊妹一下子被圣灵充满 流着眼泪 感谢神 所有的疲倦 退去了 所有的灰心 受伤 委屈 从身上出去了 原来基督在一切之内 他不光是一切 他又在一切之内 我可以借着万有 我可以借着我所有的遭遇 借着我最痛苦的遭遇 最快乐的遭遇 最喜欢的环境 最不喜欢的环境 我都可以经历基督 我都可以得到基督 一下子开了他 整个人不一样 弟兄姊妹 我真的巴不得主 开我们的眼睛 这个叫做异象 当我们真看见基督 是我们的异象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的人生一定不一样 一个有异象的人 他是很积极的人 他决定不会被动的 他决定整个心 是向着这个标杆去了 因为有个东西抓住他 我得不到基督不甘心 我一定要得到基督 弟兄姊妹 这个叫做异象 这个讲到基督 所以我们讲完基督了 我刚才慢开始五分钟 跟你们多接五分钟 我现在讲教会 这两个都是太大的题目 要在我这么短的时间讲完 实在很难 第二个我们讲到教会 这两节的经文 以福所书第一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他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你去看英文的翻译 都应该可以翻作 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the fullness fulness就是完满 丰满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ears all in all 就是那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那位all in all的Christ 他的fulness要充满在教会中 所以你要给教会下一个定义的话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基督要来 是要充满基督 并且彰显基督丰满的器皿 好像一个器皿一样 他要装基督 他要彰显基督 我这边摆了五个透明的瓶子 我如果倒葡萄汁进去 它就是葡萄汁 我第二个瓶子倒橘子汁 橙汁 这个瓶子就是橙汁 我第三个倒酱油 它就是酱油 我第四个倒什么 它就是倒酒 它就是酒 我第五个倒醋 它就是醋 装的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那今天教会只有一个成分 装基督 基督要来充满它 教会只有一个成分 就是基督 就跟夏娃被造的时候 是从亚当的肋骨拿出来 他所有的成分 就是从亚当出 圣经告诉我们亚当预表的基督 夏娃预表的教会 所以教会只有一个成分 就是基督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 凡是不是基督的 不能够归给基督的 统统不叫教会 这不是神要的 只有出于基督的 不光是为着基督 只有出于基督的 可以归给基督 因为教会就是基督 教会就是基督所充满的 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你从来不会把头跟身体分开来 例如说我请你今天晚上 带你去 请你到我们家来吃饭 假装 余世母生病了 今天不能请你来吃饭 假装今天请你来我们家来吃饭 你说余地中 我晚上我的嘴巴一定去 或者余地中 六点钟 我的手一定到 你不会把身体分开来的 你一定说我会来 但我整个人就是一个人 那同样的基督跟身体 根本就是一个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我刚才今天早上 讲主的信息 一定把基督讲得那么荣耀 在天上众天使敬拜他 福福他 低头不敢看他 而这位主 他居然是我们的头 我们是他的身体 We are one 我们跟基督是同一个生命 同一个身体 同一条道路 同一个前途 从来不会只有头得荣耀 身体是身体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我们的前途太荣耀了 我们现在的身份 价值太荣耀了 因为是跟基督发生关系 这是教会 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是基督自己要来充满 而且他把他的丰满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在讲教会的时候 我特别提到三个字 叫做Full Christ 我哥哥从东岸来的时候 他一看到我的讲义 他说这个太好了 我们可不可以借用 这个FOR三件事情 他两个要跟我们借 一个是Full Christ 一个是我们的CEO 他说太好了 你们怎么想得这么好 我不是在夸我 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 那 一副所说一章二十三节 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所以我在这里提了三件事情 我是倒过来讲 Richness 讲到它的丰富 太丰富了 丰富得不得了 什么都有 Oneness 讲到在基督里合一的见证 然后Fullness 讲到基督丰满的彰显 那我就很简单地讲一下 这个Richness 丰富跟丰满的不同 因为上一次我提了一下 会后有一个 在神学院读书的弟兄问我 圣经是这样子 并没有讲丰满这个字 我说英文圣经这么讲 那我只想让大家知道 Richness跟Fullness 丰富跟丰满是不一样的 例如说我现在把整个山 一个金矿 金砂 金矿交给你 那是很丰富的事情 你开都开不完的一个金山 好不好 我认识的弟兄 他们一家有叫金山金海金什么的 这个名字真的很羡慕 那真把整个金山给你 很丰富 但是丰富跟缝满不一样 因为它有掺杂 还需要经过火炼 把所有的渣宰出去 而且不止一道火 甚至火要加七倍 把所有最隐藏的渣宰除掉 纯金 纯金之后 它还要经过制作 经过锤打 变成金灯台 然后放在圣所里面 彰显神的荣耀 它达到丰满 所以丰满跟丰富是不一样的 它是需要经过炼镜的 需要经过制作的 同样的 你拿生命来讲的话 一个种子它很丰富 它所有成长的基因 岸金算它所需要的养分 它需要的东西都在这个种子里面 但是它只是丰富 它不是丰满 它必须落在地里食料 它必须长大成熟 开花结果 达到丰满 所以丰富跟丰满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生命 丰富的生命在我的里面 但是我们不见得丰满 所以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充满基督 然后要彰显基督 彰显基督的丰富 彰显基督的衣 彰显基督的丰满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就希望大家在这些东西 特别老一点的弟兄姊妹 不要觉得我都懂了 我们这是教会很大的挑战 教会第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里承受元首 所有的丰富 所以我说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 有点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 它不仅仅叫我们因性称义 而且如今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中 就好像你被摆在一个地位上 准备来承受祝福 你站在这里承受祝福 诗篇133篇说 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好像贵重的油 从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 流到衣巾 神用圣灵高基督 哎呀 弟兄姊妹 那种伟大的圣灵 神用圣灵圣高油 高基督 流到亚伦的胡须 流到衣巾 流到全身 所以今天我们的元首 已经升上高天 已经得了荣耀了 神把所有的祝福 高在祂的身上 而我们今天站在一个 蒙恩的地位上 承受元首所有的丰富 所以今天教会 如果我们真看见 什么叫教会 你要知道 每一次我们奉主的名 只要来聚会 我们都应该向主 有一个大的期望 大的渴慕 直到今天天要为我们打开 神的丰富 要借着基督 领到身体 今天就是因为 我们如果蒙恩得得少 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 是因为我们向主 敞开得不够 今天是因为仇敌 在这里蒙蔽了我们的心 我说就像那个 脸蓬头一样 我这辈子只用过那么一次 有一次在外面度假的时候 那么一个大圆盘子 大概几十个洞 站在底下 那个烧 几十个孔下来 洗澡真舒服 那个承受丰富 你说你如果站在那边 一开水 只有一根下来 你会觉得 这很不过瘾 肥皂也洗不干净 整个人也不舒服 今天很多教会 可能连一根都不下来 如果我们信心够 每一个人都向主敞开 每一个人都向主打开来 教会第一件事情 只要奉主明聚会 神的丰富 全部下来 所以你要知道 教会应该很富足的 教会不应该贫穷 我听到一个年长的弟兄说 今天教会太贫穷了 这是我们的亏欠 教会应该是最富足的 人需要什么来到教会 都应该得到的 需要平安 需要喜乐 需要释放 需要医治 需要拯救 需要洁净 需要悔改 都应该在教会可以得到的 但是今天教会太贫穷 因为我们不认识 今天教会的地位 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 承受元首 所有的丰富 第二个 oneness 基督跟身体是一 不是合一 中文翻得不好 我们不可能合在一起的 一个水晶盘 睡得满地都是 你不可能把它合起来 我们不可能合一的 我们是一 就是one oneness 不是把我们combine 不是把我们unite 而是我们就是one 本来就是一个 所以我常常讲 这个 same跟one 同一个 跟一个 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在这里 跟 这个 弟兄 我说我们两个人 每一个人都掏出 口袋中的空影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空影 有一毛的 有五毛的 有两毛五的 有1963年做的 有1987年做的 我们挑来挑去 终于挑到两个 都是1982年的 25圣 我们终于有 同样的硬币 但是不是同一个硬币 对不对 大家懂得我的意思吗 那今天我们跟基督之间 或是跟弟兄之间 我不是跟他一样 同样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是同一个 耶稣基督的生命 耶稣的生命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一必须大到 我们跟圣徒可以一 跟众教会可以一 除了罪恶 除了得罪神的事情 我们分别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都应该在一的里面 来见证基督 所以在教会里面 分门别结党的事 是最伤基督身体的事 第三个是 是丰满 它不光丰富 在这里真是有得胜 有死而复活的 有被神炼净过 被神制作过的 那个东西是丰富的 是一个荣耀的见证 人在这里 不是只是蒙恩蒙福 享受得祝福 人在这里真的是见证 把神的能力 把神的圣洁荣耀 把神的旨意 能够实现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真正讲到 基督和教会的时候 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 它要影响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层面 所以我为什么把它放在生活中 而我们的使命 我只是提到就好 下一次才讲 我们的使命 就是无论个人 家庭 教会 我特别加了一句话 因为这是我的盼望 这是我们的盼望 虽然我们还差得很远 盼望都能够成为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成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就是耶稣可以透过我们 可以彰显出来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大灾尽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不光在拉撒勒人 耶稣的身上显现出来 这个伟大 蜀天 荣美 神的生命 在两千年前 有一个人 叫做拉撒勒人耶稣 他跟我们一模一样 有血有肉 会饿会累 会痛苦 那个生命摆在他里面的时候 他100%把神荣耀发表出来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身子 把他给表明出来了 那今天同样的生命 放在你的里面 放在我的里面 放在所有教会的里面 今天我们的责任 就是要把他给活出来 这叫做成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我说基督徒有很多的身份 很多的角色 我是蒙恩的罪人 我是蒙恩爱的儿女 我是君尊的祭司 我是十家的精兵 我是忠心的管家 每一个身份都应该让我们很兴奋的 我有一段时间连续讲了十个题目 那是大概91年还是92年讲的 各种的身份越讲越兴奋 但是弟兄姊妹 没有一个身份 没有一个角色 比讲到是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更让我觉得不配 更让我觉得兴奋 因为这个身份太荣耀了 这个身份真的是太荣耀的一个身份 让我们感动 让我们里面觉得真的是何等的荣耀 又激动又不配又感动 我居然能够装着耶稣 为了要活耶稣 也太宝贵了 我想我今天必须停在这 下一个礼拜我会简单再提一下 我们的使命 然后讲到他的落实 我知道这个信息不容易 但是这个信息很重要 这是仇敌一直要拦住 不让我们听的信息 因为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 我希望大家认真的交通 小组里面多有回馈 我们一起有祷告 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 每次讲到你 讲到你伟大的计划 你伟大的救恩 我们都要低头敬拜你 我们肉身可以累 但是你让我们灵里面充满了荣耀 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那个永远不肯妥协的使命感 我们愿意在各处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相亲 无论生 无论死 我们都愿意让基督在我身上 能够造成显大 因为我个人是这样 教会是这样 我们都是成装基督 要充满基督 而且彰显基督的器皿 主啊 帮助我们 让这个意象在我们身上是清楚的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你 而且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知道你的恩赵 有何等的指望 你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且你向我们这些信的人 所显得能力也是何等的浩大 因为你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谢谢主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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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